准备好和我一起来揭秘如何通过AI自动化 创建高度可盈利的不露脸的YouTube频道了吗 你可能在YouTube上看过类似这样的视频 这些视频承诺 皆是只需要上传简单内容即可 每月赚取数千美元的途径 几个月前 一种革命性的YouTube短片制作方法 席卷了整个互联网 这种方法迅速传播 无数YouTuber纷纷效仿并制作了相关的视频 但他们都使用相同的参考视频作为实例 并且都专注于制作有关励志的短视频 在早期有关励志的短视频 给内容创造者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创造者进入了这个领域 这个领域变得过度饱和 使得新来的想要脱颖而出 并取得类似的成果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些短视频创作者没有意识到 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创作出新颖的 和具有创造性的短视频 所以我决定承担起开发更新版本的责任 该版本以以前的版本为基础 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次我们仍然依赖XGPT和Canva 但我的新的内容将彻底改变你的方法 看完本视频后 你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不露脸的YouTube频道 并且可以获取属于自己的被动收入 它将建立在人工智能自动化的基础上 想象一下一次性制作三个月的YouTube短视 但这还不是全部 我将向你展示如何用AI生成所有的标题 描述 hashtag 这是一个谜语短视频类的YouTube频道 这些视频已经累积了数百万次的观看 他们的病毒式的传播并不神秘 他们吸引观众通过每一个测试或谜语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这反过来又将这些视频的观看时间和参与度提高到了一个非凡的水平 只需要看一下评论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人们对这些视频的喜爱程度 观众的参与度是空前的 尤其是当观众全神贯注的解密时 但这个方法真的能赚钱吗 这是一个巧妙技巧 右键单击页面空白区域的任意位置 选择查看页面原代码 如果你使用的是Windows系统 请按Ctrl加F 如果你使用的是Mac系统 请按Cmd加F 在搜索栏中输入Monetize 并按Enter键 如果你看到的是True 则表示该频道已经货币化 Fails表示没有货币化 据Social Blend称 该频道每年收入约6万美元 如果他们能做到 你也能 我已经完成了如何制作该类短视频的研究 并进行了完善 使你可以轻松审时的创建短视频 真正做到10分钟创作300条爆款短视频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Alina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将向你展示如何只使用人工智能 10分钟内来创建300个爆款谜语类的短视频 我会将视频分为5个部分 因此请务必看到最后 本期的视频实操比较多 请大家认真观看 不要跳过一些比较关键的步骤 当然你也可以一边看一边暂停视频 然后跟着Alina一步一步实操来制作短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哦 方便保存这个视频 下次你在实操的时候就不怕找不到教程了 这个视频可以非常简单的开启我们自己的YouTube频道 并开始赚取属于我们自己的被动输入 那么请你看到最后实操作在后面哦 事不宜迟 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的目标是5分钟内制作300个有趣的谜语作为短视频的脚本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将寻找XGPT的帮助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XGPT XGPT是OpenAI开发的一个语言模型 我用的是XGPT3.5这个免费版本 XGPT还有4这个版本 需要收取20美元每月 它会比XGPT3.5响应速度更快 会有独家的访问浏览插件代码解释器等功能 现在让我们试一下吧 首先呢我们打开浏览器 搜索XGPT 点开XGPT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上面提醒你 如果你已经有账号 你就登录自己的账号就可以 如果你是一个新用户 它会让你create your account 注册好Gmail的邮箱就可以用邮箱来登录XGPT 好了我这边已经登录了 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让XGPT帮我们写谜语 结果可能会很普通 这时就体现出在XGPT中使用有效的提示词的重要性了 首先我们需要给XGPT一个情景角色 由于我做的是英文短视频 所以我这边会输入英文提示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输入自己语言的提示词 假设你是一名著名的谜语专家的角色 你的任务是创建五个快速且引人入胜的谜语 供观众解决 这些谜语应该平易进人引人入胜和娱乐参与者 每个谜语应提供三个选项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请按照下面的表格格式提出你的谜语 我还将给XGPT盖出所需的格式并提供合适的试列 让我们看看XGPT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的计划是要求300个谜语 但XGPT一次只能提供10个 但它停止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输入continue 它就会继续生成 重复输入continue 直到我们收集到全部谜语脚本为止 一旦我们有了全部的谜语脚本合解 我会将它们复制粘贴到Google表格中 如果你使用的是Windows系统 请按Ctrl-C复制 Ctrl-V粘贴 如果使用是Mac 请按Command-C复制 Command-V粘贴 第二步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只需要几秒钟 请暂停一下 然后单击订阅按钮 这一行动不仅让我们保持联系 还激励我分享更多的人工智能宝藏 就像你目前正在享受的一样 继续第三步 让我们打开Canva 选择创建手机视频 首先我们将处理背景 点击Elements元素 并搜索你喜欢的背景视频 右击鼠标选择 Replace background 回到Google表格中 处置第一列中的文本 并将其粘贴到模板中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文本大小 如果你希望使用全部大写字母 点击AA按钮 再选择你喜欢的字体样式 如果希望增强文本的可见性 选择Elements元素中的Shape 调整其大小 并选择合适您设计的颜色来添加背景 为了缓和由于明亮背景 而导致的文本可图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添加黑色覆盖层 并调整其不透明度 右击选择涂层 然后选择发送到底层 确保文本位于背景后面 现在返回Google表格 并复制下一个谜语文本 将其粘贴到模板中 然后选择与视频相协调的字体和大小 现在让我们添加一个合适的插图 也许是一个人指向上方 看法允许去除背景 从而增强视觉吸引力 点击Edit Photo 单击BG Remover 点击BG Remover就可以一键去除背景 此外 让我们添加一些动画特效 以使视频更具有吸引力 单击动画 找到与你想要风格相匹配的动画 将所选动画应用到屏幕上的每一个元素 这是关键步骤之一 Timing 右键单击文本图层并选择修Timing 此功能使我们能够控制元素 何时出现或淡出 现在打开Google表格 对谜语的Body进行复制 并粘贴到Canva中 改变合适的字体大小 并点击Edit的效果功能 选择适当的字体背景 选择该文本并调整其时间 不要忘记也给这部分 添加合适的动画效果 对谜语的三个答案选项 重复此过程 右键单击文本图层并选择修Timing 确保新元素出现在屏幕上 而先前的元素消失 为了保持观众的参与度 让我们为这个元素再添加一个合适的动画 这就是现阶段的一切的样子 是时候添加一个计时器来增加一些刺激了 单击Elements元素 搜索Timer 选择你喜欢的计时器并调整合适的大小 右键单击文本图层 并选择Show Timing 确保新元素出现在屏幕上 而先前的元素消失 几秒钟后我们的短视频就基本完成了 但似乎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音乐 然而使用Canva的音乐可能会导致版权问题 因此我建议花时间从YouTube音乐库中寻找免费的音乐 并将其上传到此处 现在在显示最终结果之前 让我们再添加一个答对后烟花的元素 增加视频的趣味性 这就是我们的短视频最终的样子啦 现在让我们把视频下载下来 点击Share调整视频的质量 现在点击下载 这样我们就下载完成啦 在这一步 我们介绍一项能够优化内容创作流程的神奇技巧 通过向下滚动并点击App应用程序 你可以使用Canva的批量创建工具 请注意 要使用这个工具需要付费订阅Canva的会员 不过在注册时提供了为期30天的免费试用订阅 批量创建工具简化了这个过程 从你的Google表格文档中复制30行 包括标题 点击T按钮 然后粘贴相应文本 这一关键步骤 涉及将每个数据与屏幕上相应的文本元素连接起来 确保每个数据的正确对应 可以确保元素与适当文本相关联 一旦一切连接正确 点击生成 在几秒钟内 你就会拥有30个可以使用的短片啦 这个高效的过程将为你节省大量的时间 为了保持多样性并避免重复 返回您的模板 并对下一批版片的背景和自己的颜色进行一些修改 这些调整将确保您的YouTube频道保持新鲜和吸引力 现在让我们把视频下载下来 点击Share 点击下载 创建YouTube频道并使用人工智能上传这些短视频标题 描述和标签 为了简化这一流程 可以利用XLGBT根据你提供的主题生成这些元素 然后复制粘贴到YouTube上 完成所有必要的步骤后 点击发布按钮 与世界分享你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短视频的结果感兴趣 欢迎在评论中告诉我 此外请关注我的Twitter Instagram TikTok 我会分享在这里学到内容相辅相成的AI能 请记住坚持是关键 我鼓励你使用这种AI自动化技术 探索更多的创意想法 感谢你的观看 祝你创作愉快